那么持续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欧战事已经来到第46天了 现在欧军在地面上传出捷报 但是呢 欧军持续是用飞弹 来摧毁乌克兰基础设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来到这么多天 这个规模是不是越来越大 甚至呢 在这个力度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 也担心像刚刚大兴哥讲到的 可能会有擦枪走火情况吗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在4月7号 这是一个美国加州法院 新闻服务的报道 说这个战争要进入个 崭新的决定性阶段 那么北约跟俄国之间 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 也在增加 这个是北约的秘书长 他说这战争可能会再持续数月 甚至更久时间 这都是大家不乐见的 知道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 其实是有点动态均衡 因为我们战争 以及我们政治上面 本来就是一进一退 那我们看到 为什么现在有各国的领导人 包含说我们过去欧盟 有驻乌克兰的大使 他第一时间 当然是撤退到波兰去 最近说很开心又回到乌克兰 然后英国首相也进去 代表一个讯号 就是俄罗斯的停火是完整的 在基普方面 他们hold住他的火力 然后不在基普做更大规模的 军事行动是完整的 不然你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然后大使刚开始在打乌克兰的时候 全部都撤离 为什么现在就可以回去 就是在盘算说 真的把火力hold住的时候 那区域是安全的 区域安全就可以在那边做一些 政治的表演 就跟我刚才为什么说动态平衡 因为有些人就是会得寸进尺 你知道吗 当大家在hold住火力的时候 就会有人说你不敢打 或是说你很软弱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国家面对的 就是当国民党在当刹车匹的时候 就有一些人要喊打喊杀 怎么叫都叫不回去 那就会对大家的关系 造成一个破坏 现在的感觉也是长这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俄罗斯在停火方面 的确展现了他的诚意 这个诚意有被各国的亲资 所掌握到 所以各国领导人才不怕 就纷纷跑去那边 做一个政治的表演 然后也加码 但是这个加码对于我们的和平 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没有 因为有的时候 我刚才为什么讲说得寸进尺 是因为当大家觉得停火 是对和平有进展 有帮助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人 为了自己的政治上面的利益 然后去那边做一个 我刚才说表演 那其实就是加码 不管是制裁也好 或者是强声说要送武器也好 那都是在刺激俄罗斯的行为 那我们当然会觉得说 现在俄罗斯好像稍微缓一点 有在那边做出停火的承诺 然后部队往后退 可能是有要重整或怎么样 但是至少现在基辅 看起来是稍微 没有过去几个礼拜那么危险 那当他没有那么危险之后 就开始有一些军事 就是政治上面的调查 例如说平民有没有被屠杀 或者是过去火车站的袭击 到底是谁发生的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都说不是他 那现在这种东西 有点像变成罗森门 但是当一个国家俄罗斯 他感觉hold住火力 那至少是在过去 跟乌克兰的谈判里面 他有一些承诺 就是好 我暂时 这里有一点停火的动作 表达出来 那我希望各国可以 就如同乌克兰总理 那周文士一所讲的 如果可以用和平 或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争端 那是全世界所乐见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人性之中 都会有点贪婪 就跟我们国家的政局 也是长着一模一样的东西 但是有人在当鸽派的时候 当鹰派的就会出头 鹰派要喊打喊杀 这时候会得到比较多的关注 我敢这样子做 然后其他的要喊和平的人 全部都臭鼠辣 不敢打 不敢杀 那现在的政局长这个样子 我会觉得说当这些 为了自己的政治上面利益的人 去基普 我觉得世界各国也不用太开心 因为它必然带来的是一个 比较会触动俄罗斯情绪的动作 包含说政治调查 去调查平民有没有被杀 包含说我刚才所讲的 你运武器 然后给乌克兰一些安全 跟政治上面的承诺 这个难道不会让俄罗斯觉得说 我都停了 你这个时候反而进 或者是说我这样子我在国际上面 面子挂不住 利益有得到损失 那俄罗斯为什么要一直 这样子把火力hold着 就打就对了 因为他自己现在国家 有内部一些需求 一些隐忧要必须要处理 当你好好的表现 你就觉得说挺火 有助于我们和平的进展 但是国内的人们就觉得说 一直被骂 你是不是不敢打 或是打咽了 还是说我们过去的牺牲 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 他有内部的压力 要解决的时候 我们总是说一进一退 在国内也有鹰派 鹰派的声音是不是要去处理 现在和平的把火力给hold着 等待下一轮的去谈判 如果说现在再去刺激 去挑动的话 对我们和平的将来是没有帮助的 是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几天还是 这个战火还是蛮猛烈的 包含俄军现在入侵了乌克兰 中心是不是转到了乌东 顿巴斯地区 我们可以看到 在4月9号俄国国防部发言人 他说俄国的空军一天摧毁 乌克兰65个军事设施 有四个指挥部通讯站 三个军火库 还有40个据点跟武器的存放点 而且击落了乌克兰的三架五人机 那么在乌克兰对内刺客州长就说了 俄军是炮击了乌东的两个城镇 造成平民五死五伤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根据美联社报导 这边就是乌东克拉莫托斯克的火车站 遭到两名的飞弹击中 造成52个死亡87个受伤 那斯文斯说希望全球对攻击 做出坚定的回应 他要努力找出是谁 云雪攻击 到底是谁下的命令 但是路透社报导 在美国的高级官部官员说 五角大县认为俄军在行动当中 使用了是圣甲冲火箭弹 动机不明 而且对于俄方否认说法不买账 那么在二星社报导说 俄国的防部表示 在这个袭击火车站的原点U飞弹 目前只有乌军来使用 而且他们说 俄军当天在克拉莫托斯克 没有指定的目标 所以看起来现在又是双方 各说各话介大师 对 现在这个俄军 他在宣布他第二阶段的军事目标 基本上就在这个顿内刺客地区 顿巴斯地区 顿巴斯有两个从俄方讲 就是新独立的人民共和国 那从乌克兰讲就是 有两个叛离的州省份 那现在这个被这个 飞弹击中的这个火车站 就是在这个 这叫克拉莫托斯克 他事实上在顿内刺客 这个州里面 这个州里面 他是最靠近西边的边界 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 目前还是乌克兰的政府军在掌握 那问题就双方各说过话 就又变成一个罗生门 到底是谁发动的攻击 到底是谁的 那美国方面的话 路透社说美国的国 就是说国防部的官员判断 这个是俄罗斯拿这个 SS-21型的胜甲虫火箭弹打的 那可是俄罗斯的法 俄新社他说这个是至于 只有乌军现在在用的 原点优飞弹打的 所以现在又变成各说各话 不过现在 我看了很多这个外电的报道 俄军的大军重兵 已经在乌冬集结了 也是从这个卫星上面来观察 这个部队的这个 这个非常的一个长的一系列 而且很多重装备都进来 包括在过去在这个中部的 在围这个基辅 在东部的都没有用的这种 这种高穿透力的这种 一种其实是那种像是 破级炮 可是他是打非常高 然后往下打的 那这种炮弹 我看的这种炮 现在都在乌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麦斯地区现在还是一个 比较严峻的状况 对这个很多我看外界报道说 这一场战役马上要开打的 在乌冬这个 可能是这个世界 或者不只是欧洲 在二次大战以后 很少看到这样大军团 集结的一场对决 可能是上千辆的坦克 都会出动 那有估计说 俄军可以集结的人力 在20万左右 乌军集结15万左右的军力 那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 所以有人说 因为5月9号 俄罗斯要举行 他的胜利大游行 所以这场战争 可能不会拖太久 就会双方的正规的兵团 就会在这个地区决战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场人类的大悲剧 不过我们刚刚也看到 北约认为说 这个可能还会再持续 现在随着在俄军 从北方撤退之后 英国国防部表示 他们留下了是 大量伤害非战斗人员的证据 就先前我们提到 有些这个平民的部分 他说包含了像乱藏钢 还有把这个平民 作为人肉盾牌 在民用基础设施 设置了鬼雷登行径 那么卢干斯克的 军事首长就说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火车站 他说有整个橙色的烟雾 在这边好看得蛮清楚的 在这个火车站 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施教授 像这种在战争的时候 很难判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坦白说 除非已经战完了以后 然后所谓的中立第三者 进来以后开始调查 做一个调查 才有可能 因为有可能俄军 也有可能是乌克兰 甚至有可能是第三者 那特别是说当 譬如他可能是在市区的时候 他完全不是战斗的 但是你怎么知道那些民兵 或者是佣兵 然后他就打了一枪 狙击手打了一枪指揮官以后 你知道在打架的时候 先过去 你看你兄弟被打 一定就是回手 还击一定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没有用机枪 我坦白讲 一定就是甚至火箭弹 你知道 是不管对边那边是医院 学校教堂已经不管了 所以到底是超美党的纲 还是顾俄国人是这么糟糕 我举个例子好了 譬如说 我们知道那个叫做什么 扁的那个两颗子弹 外国媒体会问我 这是谁动手 我说如果是国民党 有可能是怎么样 如果是民进党政委 有可能是怎么样 如果是老共的话 也有可能是怎么样 那如果是CIA呢 你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到目前为止 只不过说接下来 我可以看得到 刚才介大使讲的完全是对 就是说接下来可能是 重兵坦克等等开始打了 那个时候可能老百姓的 可能会更严重一点 不过打了八年 就是为了乌冬 没有什么 所以你为什么 就是因为内政搞不好 转离目标而已 因为我看到俄罗斯 其实他并不是那么想说 我一定要把那两块吞下来 坦白说了 那只是一个谈判 一个手段而已 好 接下来警告大警告 确实从过去 先前乌克兰指控 俄罗斯对平民来下手 当然俄罗斯的部分也是否认 到这一次火车站的攻击 同样是否认双方各有各的说法 对 坦白讲就是说 当然因为现在陷入了一个 死无对证的罗森门的状态 当然就是各说各话 但是就常理来判断 我相信就算俄罗斯是战斗民族 他也不会是一个野蛮民族 就是一个战斗民族 他就是战斗就好了 所以我真的不认为说 俄罗斯会有可能蓄意的 这么大规模的 对于平民造成伤亡 如果他真的有这种打算 他就不会开出这么多条的 所谓的人道走廊 我刚才看到新闻 俄乌之间达成了 这个另外的一波共识 要开九条人道走廊 在乌东跟乌南地区 让所谓的非战斗的人员 所有的居民能够疏散 留下战斗人员来进行战斗 所以我退一万步想说 今天如果俄罗斯真的要伤害平民 他就不用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不断的在开人道走 让你可以撤了 而且俄罗斯再笨也不会这么笨 笨到说去做大规模的屠杀 然后引起全世界的众怒 我不认为俄罗斯会愚蠢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讲到说 这个火车站到底是被谁击中 坦白讲在俄罗斯的角度 大家用尝试想一下 他没事打火车站到底干嘛 除非今天火车站 今天有军事目标 火车站有防空飞弹的基地 火车站有雷达 火车站现在正在运送军事物资 如果不是 他只有平民在那里 到底俄罗斯是嫌自己的飞弹太多了吗 一定要丢两枚去炸一下 人家的火车站 然后炸死个几十个人 表示自己军容壮胜吗 我不这么认为 所以其实坦白讲 除非今天是俄罗斯的飞弹准度 真的很糟 打不准 打到那里了 那么或者 那就有可能是 其他各方势力的误伤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现在已经很多事情 从这个步查证 到现在这个火车站 现在都已经进入了一个 各说各话的阶段 双方各自做这个表态 做陈述 尤其在战争的过程当中 你说要深入的去调查跟研究 恐怕也很困难 所以未来这种情况会持续的发生 但是我要强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当泽伦斯基去布查 看到这些无辜伤亡百姓的时候 泽伦斯基难道没有一点内疚吗 这场战争是怎么引回来的 不就是你引回来的吗 姑且不要管俄罗斯试对试错 这场战争可以不要打的 全世界都叫你不要加入北约 梅克尔是怎么劝告你的 为什么你不接受 你把这场战争引回来了 你没有办法保护你的 你乌克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让他们被屠杀 不管是被谁杀 他们都牺牲了生命 泽伦斯基你在批评 其他入侵国家的同时 你自己要不要觉得内疚跟愧疚呢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 好 好